有人說要快速提升外語能力 要在30天內不間隔每日學最少一個半鐘 這只是入場倦而已 所以我今天就來試一下30天不間隔哲學德文 看看可以有多大的進步 順便會和你實測一下有什麼特別有效的方法可以令你進步得更快 30天哲學德文,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大家好,我是李倫,在開始之前提提你 你現在看的就是完整版的30天哲學德文 在這裡我會更詳細講解我這30天哲學德文的過程 如果你純粹想看我用著什麼方法和鱷魚 或者看什麼方法比較適合你用的話 就可以在現在按這裡看一個濃縮精華版 準備好了嗎?準備好的話我們現在就立即開始了 好了,今天是自學德文的第一天 第一天就沒想到要做什麼 我今天就打算複雜回之前學過的東西先 你看這些全部都是我之前上課或者自己買的教科書 我想只是把這裡之前所有學過的東西複雜回一次都可以花幾億的時間 差點不記得這裡有一本自己買的Grammar練習寶 那我都可以拿來做了 一開始,頭幾天我都不是很清楚方向要怎麼做的 所以我都用一些比較普適的方法 都是複雜課文和做文化練習的 每日一生節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個字 Unschlossen 意思就是猶如不決的意思 Ich bin immer entschlossen was zu mitta essenzul 意思就是我經常都猶如不決,硬著吃什麼好 好了,剛剛做完一課的Grammar練習和對問答案 已經用了我超過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今天都沒有機會去複雜貨文 那就留下明天了 今天都沒話說了,我們明天再見吧 好,回來自學德文第二天了 今天我就會繼續做這個Grammar練習 還有呢 今天都要溫一下課文了 這個方法就可以讓我慢慢地習慣溫德文的節奏 還有溫之前學過的東西的確是給了一些成功的感覺 Vornemen 意思就是立志,決意去做一些事情 Überreichen 意思就是懲交,遞送,給予的意思 但如果日復一天都在溫書做練習 溫書做練習的話 不要說你看了,我自己覺得悶了 所以我今天就決定上youtube找一些教德文的影片來看 如果你有學德文的打算,我就提早給你一點衝擊 德文衝擊時間 在德文上面,所有的動詞就會跟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變化 走私英文一樣,你會說 I am, you are, he she is, is 在德文上面是有六個這樣的變化 我們直接拿回to be的例子 如果你想說I am,就是 ich bin You are,就是 do beast He sh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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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t We are,就是 we sind You are,就是 your side They are,就是 si sind 你學完這六個之後,你就以為一天都光亮了,你就太天真了 因為在過去式和現在進行式,你又會有另外的六個變化了 所以加上你一個單字,就要記十八個變化了 所以你聽到這裡,還想學得一文的話,就祝你好運了 到了第二階段,除了複雜之外,我也想學一些新的生字 所以我又上了Youtube和Netflix上去找一篇來看 我在Youtube上找到一個叫Easy German的頻道 他們都有超過幾百條片 他們的片都有分了幾個不同的大類 有些在街上做訪問,問問一些人比較哲學上的問題 有些比較生活向,教你怎樣用德文去見工 或者在餐廳裡下訂 我現在就會一邊看片,一邊把新的生字抄下來 好啦,我剛剛已經看完第一條片了 我沒想過看一條八分半的片,已經可以讓我學到十六個新的生字了 看片學得文,比起溫貨文,感覺上時間更快很多 而且聽人家說的生字,真的會在生活上自己用到的機會大很多 所以我之後也會繼續這個方法學得文 Mitfühlen 意思就是同情或者感同身受的意思 Beregen 這個字可以解證明或者佔用的意思 Ausnutzen 意思就是利用或者趁著一些機會做一些事情 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在學一種外語,或者你住的地方沒有語,不是英文的話 你們喜歡用英文鍵盤,還是用當地語言鍵盤? 我上次換電腦的時候,就把心一橫換德文鍵盤去了 因為英文的鍵盤是沒有這三個字 每次要按這三個字的時候,都要長按Shift 鍵才能按到 覺得很煩,所以上次就把心一橫換去了 Unbeerrt 即是堅定或者果斷的意思 Forübergehen 意思就是臨時或者暫時性的意思 Wegen eines Wasser schadens, mussen wir vorübergehend im Hotel wohnen 意思就是因為水管爆了,所以我們要暫時性地住在酒店裡面 Yannosch,你的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你最好做的性質 我今天這集是Easy German的323集 他們在街上訪問一些德國人 問他們什麼是好和不好的性格特徵 我今天也學了很多新的形容詞 形容一個人的性格 這些形容詞在日常生活上都很常用的 你就可以更加好地描述自己 或者去讚讚別人 就可以更加好地打開一個話題 跟別人溝通一下 Die Begeisterung Ich lerne Deutsch mit größer Begeisterung 即是指我抱著很大的熱情學得文 Alf etwas verzichten 意思就是放棄或者解除一些東西 這個方法就不單是生動很多 同時也訓練了我的聆聽和說話技巧 今天想轉眼口味 就會想找第二個YouTube頻道學得文 我今天就會看這個叫Deutsch Leller的頻道 他的影片就會更加專注在生字和文法上 所以看他的影片就會更加有像上德文童人的感覺 例如這條影片就是關於如何在說德文上更加像一個德國人 還有這裡也有幾條影片是關於德文的結後語和口頭善 這些就會讓男人在書中看到 Überprüfen 意思就是審查或者檢測的意思 Eind the right 就是知情或者被告知的意思 Der Anspruch 意思就是聲明或者要求的意思 如果你還有學德文的打算的話 我再給你一點衝擊吧 Dangtona 在中文和英文上面用一個形容詞的話 通常都很簡單 德文上面就不太簡單 德文的形容詞就會跟著名詞的詞性而有改變 我在網上找到一個表很清晰地分類的 你可以跟著做練習 我就直接用一些例子跟你說了 如果是男生的話 例如一條裙子就要說 De Rock der Rock 或者Ein Rock der Rock 如果是女生的話 就是De Gelbe Blüse 或者Eine Gelbe Blüse 如果是中性的話 好像衣服就是 Das Grüne Hand 或者Eine Grüne Hand 這裡有十二種不同的變化 但未完 這個只是主格 因為德文上面有四格 有主格 熟格 壽格 以及語格 這個就不說那麼多了 總之就是 你剛才學的十二個變化要乘四 所以說 如果你想在德文上面用形容詞的話 就要在四十八個不同的變化裡面 選一個對就出來了 你如果還想學德文的話 就續續你好運了 今天來到自學德文的第十五日了 我們三十日的自學德文challenge 已經過了一半了 今天星期日想輕鬆一點 我就會打算上Netflix上找片去看學德文的 我今天就會看這套叫Dogs of Berlin的劇集 看什麼劇集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你自己喜歡的 剛剛就看完半集三十分鐘的片 在三十分鐘裡面 已經被我抄了四十一個新的生字 看這類型警匪犯罪片 都可以學到很多平時學校不會教你的生字 不過有一點要說回來 如果你是看劇學俄語的話 就不要那麼執著到每一個字都學會了 因為這些劇集裡面 都會夾集了很多的專用名詞 在生活上不一定用到的 例如我今天就學到追債人 以及賭局賠率的德文 又或者如果你想說你上班是論班的 不是朝九晚五的話 你想怎樣說都可以在這裡學到的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整句句子的意思是理解的話 就可以直接跳下去下一句 就不需要那麼執著了 如果你每一句都停下在那裡塗字典 塗完才看下去的話 可能你看到一半已經沒有心情看下去了 唯一一樣要留意的東西 就是Netflix上 本身只是給你看一種字幕 所以最好就是你在看之前 就下載一個雙字幕的軟件 那你就可以同時看到原本 和翻譯了之後的字幕了 那每日一生字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個字 Nachvotiba 即是理解或者靈魂的意思 UBLIG BLEIBING 意思即是遺留或者盛現一些東西 Antelassen 意思即是解僱或者開除某人 那好吧 我剛剛看完一集的意思漲文了 這一集就是講柏林的垂直夜 我都幾談一下原來 德國人是這樣過新年的 那如果你有興趣上看看 德國人是怎樣過新年的話 你就可以上去這個頻道看看 Unterstuten 即是支持或者援助的意思 Der Vorsatz 意思即是意圖或者決意一些事 Verlangsamen 即是減速或者減慢的意思 那你看到這裡可能就會說 你拍片令整件事好正面好熱 血口沒有難度 那其實不是的 我自己在這30天都遇到不少平頸期 有時候就是上班之前或下班之後 真的很難不想溫習 所以後早7點半 今天早上起了室 因為待會要上班 或者去到位置後 就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再進步上去 而且新鮮感就開始推了下來 不過答應了自己要溫30天 就一定要做下去 所以接下來我就嘗試了一些更加生活化的方法 去學燈文 就希望可以給一開始的新鮮感動力自己 就希望可以給一開始的新鮮感動力自己 今天開始就會想嘗試用一些更加生活化的方式 去學燈文 因為雖然每天玩書或做練習就固然是好 但其實生活上都有很多方法 可以讓你學到新的生字 好像這些食品的包裝上面 它們都有些很短的介紹 或者食物的營養 以及怎樣去煮這個食物 其實反而這些在生活上會更加用得著 所以我今天就會在家裡找一些食物的包裝 用這個方法學燈文 那你讓我先吃完飯 那我吃完飯之後就開始溫習了 我剛剛翻譯完這兩個冷藏食品的包裝 我發現原來色體成份表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雖然它們兩個都是冷藏食品 它們都有加少許的添加劑 去令到它們的食品可以保持久一點 但這個Pizza 其實只是加了抗氧化劑 但是這一盒葡萄就大劑了 它們這個成份表裡面都寫明了 它們有加色素 酸度調節劑 乳化劑 防腐劑 以及棕櫚油 這些全部都是非常不健康的 然後在過敏完的部分 它們也有寫到 這個產品可能會有含有一點點魚 甲殼動物 軟體動物 豆 花生 芝麻 我都很肯定經過這次之後 我都不會再買這些東西了 Verzergen 意思就是推遲或言一些事情 Wägen des Lockdowns haben sich meine Deutschstunden verzurgen 意思就是因為 Lockdown 的緣故 我德文班的開學日期又被人推遲了 Ehergen 就是掌握、精通或主導一些事情的意思 Versently 意思就是主要或重要的意思 我今天就會上網站找生字學德文 問問你 不知道你住的地方的網站 多數會不會提供英文這個選項 在瑞士來說 有很多網站 只會提供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三個選項 我很多時候都沒有英文 所以有時候我買東西都會有點猶豫 因為始終你不是所有的商品說明 和條款那些全部都是不明的 有時候很怕會寫一些冤枉錢 或者買回來不適合 又不懂得退回給別人 所以我今天就決定在網站找生字學德文 好了 剛剛用了過半小時的時間 抄了一些生字來和翻譯了 我今天看的這個網站 主要都是賣三個網站 所以很多的字都是跟衣物上面有關的 我今天學得最多的都是關於衣服的材質 和它的花紋的得吻 例如針織、棉、麻質的衣服 還是你想要植紋、方格、印花 不過這些就未到說到很重要的 始終這些你可以看一張照片 就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我覺得真正重要的是它的保養說明和退貨守則 因為你買一件衣服之前 就怎樣都最好知道它怎樣保養 例如最多可以用多少度的水洗 還有可不可以乾洗或放在乾衣機上 另外如果衣服來到貨不對版或尺寸不對的話 你都懂得怎樣退回給別人 今天就這樣了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個字 veronen 這個字可以解釋獎勵或者補償的意思 verursachen 意思就是導致或者引發一些事情 abstumpfen 意思就是一些東西很發味或者令到你很盲目 This job stumpft mich ab 即是說這份工作令到我覺得很發味 今天來到自學得名的第26天了 今天我們又來到 德文衝擊時代 可能你剛剛學德文的時候 或者你直接在網上都看到 有時候德文字是很長的 長得整個招牌都寫不完 雖然網上的圖多數是開玩笑 但又真的錯不完 因為在德文裡面 你很容易就狹狹地找到一個 三十幾四十個字母的德文字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因為德文是一個相對比較精準的語言 所以他們就有很多組合字 把不同的字拼起來變成一個字 這裏我可以給你一個例子 這個字一個字裡面已經有四十個字母了 但你就不要怕它住 因為其實這個字是四個不同的字 組合在一起變成一個字 如果拆開來看的話 即是法律、保護、保險公司 如果你把字拆開來說 其實也不是那麼難的 然後我再給你幾個例子 這裏就是兩個字 這裏就是兩個字 拆開來講的話 前面那個就是給錢的意思 然後後面那個字就是要求的意思 就是要你給錢 然後這一個就是 然後你去酒店 check-in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我的接觸者說 其實這樣聽起來也不是很難的 這裏我再給你幾個簡單的例子 給你猜一下 在德文裡面 手就是han 然後鞋就是shur hanshur 加在一起是怎樣解釋呢 然後第二個字 ku 就是解凍的意思 然後shrunk 就是解櫃的意思 ku shrunk 加在一起是怎樣解釋呢 我相信你都猜到了 我等你留言告訴我吧 所以其實用第二個思維去想 這種組合字就不僅是德文裡面才有的 其實中文啊 英文啊 甚至其他語言 全部都有這種組合字的 那就希望我今天講完這個之後 就令到你沒有那麼害怕學德文 是ha zoigen 意思就是製作一些氣氛或者生產一些東西 那今天我又在生活中學德文了 那有時候那些生字學得越來越多之後 你就會開始懷疑 究竟哪些字才會是生活中經常用到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學一些會在街上的路牌 廣告或者告示看到的生字 那我之前都是在街上拍的會在路上看到的路牌 廣告那些的 那首先第一個 這個就是跟你說可能會有生命危險的告示 就叫你不要碰這個電網了 然後這兩張都是防疫措施的守則 都是跟你說如果你等車或者入一間商店的時候 要做些什麼防疫措施 另一個就是不准泊車的告示 就跟你說如果你泊車在這裡的話 就有可能會被人扣起駕車 還有有可能收回你罰款 然後這個就是超市裡面那部 咖啡磨豆機的操作說明 就算你對這部咖啡機的操作說明沒有興趣也好 你看到上面這個字 The Denunce Advisor 意思就是操作說明或者操作指引的意思 你看到任何儀器上面有這個字 都可以知道它有這個操作說明給你 那你就可以看看 然後這個就是超市裡面的貨品告示 就跟你說這條走廊就是放廚房用品的 那可能你會說那些貨品帶在哪裡都不是那麼留穩 但有時候如果你有很多人或者趕時間的話 那你懂得看這些就可以幫你省很多時間 然後最後這個例子就是在街上看到一個健身室的廣告 那這裡就寫著Bornet for Clarks Bindle 意思就是你不需要綁定合約了 那如果你是搬去一個新的城市 找到一間新的健身室去做的話 那懂得看這些字都頗重要的 Avergo 即是考慮的意思 Unversing 意思就是在場的或者出席的意思 Tutish 意思就是戰術或者策略性的意思 那好啦,今天來到自學德銘的最後一天了 那今天做些什麼好呢? 那之前的29天我每天溫暑時都有分享一個每日一生字 所以今天就想和自己密書一次 看看自己在這29個生字裡面可以記到多少個 那現在就直接開始了 把這些字收起來 好啦,想不到啦 那我在29個字裡面寫了24個下來 那有5個我真的不記得了 那現在就查字典對答案了 看看有多少個字有沒有寫錯 還有解釋有沒有錯 那好啦,最後結果就是這樣了 是不是到呢? 那在29個生字裡面 我都有5個就真的不記得了 然後有3個的意思都不是那麼準確的 都不是那麼適合寫得出的意思 那加上在100分裡面都有77.5分 那我自己就覺得都過得去啦 那不知道你又怎麼看啦 那是啦 那我們30天不間斷自學得名的挑戰 就拍到這裡了 那之後幾天我都會讓自己放假先的 那剩下要說的話我就交給龐伯了 不過走之前我們還有最後一件事還沒做的 就是每日一生字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個字 Ausgesucht 這個字可以解釋精選或者講究的意思 In diesem Video habe ich dir 30 Ausgesuchte Worte vorgestellt 意思就是在這段影片裡面我就跟你分享了30個精選的德文生字 那來到這裡就總結一下了 在這30天裡面我都學了差不多有300個生字 以及做了19課的文化練習了 其實都跟我真的上德文課的進度 說差距不是差太遠的 以我個人來說 我都覺得自己的聆聽和閱讀技巧是有明顯的進步 但是寫作和說話方面都仍然有提升的空間 可能是我未找到更好的方法 這兩點是未來的日子都要繼續加強下去了 接下來我就會來整理一下我用過的方法裡面 哪一個會值得推薦給你去試一下 第一點我覺得最實用的方法就是 上YouTube去看Easy German的影片 他們的影片提材有趣之餘 內容都是非常實用的 而且看他們的影片可以快速提升你的聆聽和說話技巧 亦都可以同時拿到很多的生字 我看完之後覺得非常之有親切感 還有他們的影片緣有很多好齊 無論你是初學者還是比較進階的人士 都一定找到適合的程度的影片 最好的一點就是他們不單只有一個教德文的頻道 他們還有一個法文頻道 就是Easy French 或者是教西班牙文就是Easy Spanish 他們都有一個系列叫做Easy Cantonese 專門教廣東話的 他的影片都是在香港拍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支持一下 如果你也有興趣用這個方法學語言的話 我都有幾個建議給你 首先我會建議你整條影片由頭到尾看一次 因為這樣效率一來快一點 二來理解上面也清晰一點 還有第二點我會建議你在生字旁邊寫下 你在哪個時間點看到這個字 你之後複雜的時候回去找生字都會方便很多 第二個值得推介的方法就是在日常生活裡學外語 這個方法有什麼好處呢 剛才就說過了就不再重複了 唯有一點要補充的就是 如果你打算長期學一個外語的話 這件事是不應該令你覺得忽畜或者憤力的 否則你的動力就會慢慢慢慢消失 所以在日常生活裡慢慢少少少少學的話 可以不斷保持到你的新鮮感 而且從完全看不明白到開始生活裡可以治理的話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成功感 所以我亦都公道推 Enough of that 然後下一點做文化練習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好方法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看Grammar練習多過看課文 因為它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他們把文法拆到很小 每一課大約是兩頁到三頁字 通常只有一頁是講解,兩三頁是練習 還有第二個好處就是這些Grammar練習用的字 通常比課文上來說都是更常用的 所以去到後面做多幾個練習的話 很多的字你已經自然進入了 當然有部分人就會說 那些講武語的外國人都有很多文法錯誤的 他們都不在乎,溝通到就可以了 其實他們說得也不錯的 但假設如果學外語在一個遊戲的話 文法練習就是這個遊戲的說明書 當然有些人不需要看說明書 都可以將遊戲玩出生物化 但如果你更加了解遊戲規則的話 我相信你都會有別人沒有的優勢 如果你對德文有一點認識的話 你應該知道德文的所有名詞都是分了詞性的 分了男性、女性和中性三個 這些詞性是沒有原因的 所以你只可以死記的 為了想更加有效率地記這些字 我之前很多德文老師都會推介我 買這種不同顏色的螢光筆 就可以將不同詞性的字 用不同顏色來分類 這裡有三個字都是男性 例如這個 Deep, Detailer 自豪感,Destold 還有這個 會議,Determine 我就拿一支藍色的螢光筆 然後就記上去 然後這兩個字 The Ubum 還有環境 The Umwelt 這兩個字都是女性 我就拿一支紅色的去記上去 然後到最後 電話 The Telephone 還有這個 Symbol 這兩個字都是中性的 最後我拿綠色去畫這兩個字 現在把這些字分開不同顏色之後 我相信對之後溫習來說都會方便一點 接下來會和你分享完整版才有的小提示 我以為要坐近一點,我想關閉一下 其實這些都是小習慣 但不要小看這些小習慣 因為魔鬼往往都在細節裡面 如果你在初學時期已經掌握到這些小技巧 相信對你之間的路都會示範功倍 第一點就是你上網查字典的時候 千萬不要自動填字 現在這個年代很多東西都說效率 上網查字典是很正常的 沒有問題的 但有時候你會留意到 可能你打了幾個字 沒有進去 已經出了一個字給你 按下去 看完之後 原來這個字是這樣的 關閉了 那就完了 但實在不是的 這樣你不一定會關閉字 然後你下次見到這個字又要再塗過 這樣就會有一個惡性循環 這樣你就不知道要塗多少次 你才會真的記到這個字 還有相信我的一點就是 可能你會覺得打整個字下去很麻煩 但其實如果這個字一直很紅色 要不斷地拿手機出來塗的話 用的時間是更多 然後第二點就是要有一個屬於你自己的生字寶 這個就不一定說一定有本寶 總之有一個方法去令你記得這個生字就可以了 今天想和你分享一個高效能的幾個生字方法 那問一下你 平時當你學外語的時候 看到一個新的生字你會怎樣做呢 我想大部分的人 都是會把生字翻譯了之後 寄到自己的生字寶 但是當你的生字語學越多之後 可能你就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會發現 其實生字寶對複雜溫書來說 它的效率就不會那麼高 二來就是當你的生字寶 越寫越後 就會越來越難 你會找回之前學過的生字 那今天的這個方法 就是解決你以上的幾個問題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個Excel Sheet 就是我的電子生字寶 那你看到現在這裡好像蜜蜜蜜蜜蜜 很多東西 那你就不需要擔心 我會逐個逐個部分跟你講解一下 那我首先會把所有的生字 分開做四個大類 第一個就是名詞 第二個就是動詞 第三個就是形容詞和副詞 第四個就是其他的 包括介詞和連接詞 那我們一開始就說明詞這個部分 第一行就是給你寫下三字 第二行就是給你寫中數上的變化 然後第三行就是給你寫下詞性 如果你學英文的話就很簡單 因為英文是沒有詞性的 但如果你學法文或者意大利文的話 它們所有的名詞都會有分男生和女生 如果你學德文的話 還有三個還有中性 那你就最好在學這個三字的時候就學完它了 還有最後這一行我都加了個秘註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相同類型的字在一起 那這裡做例子就是醫生和律師 這些都是一個職業的名詞 那我就把它放進職業這個部分裡面 還有這裡我都將這幾個字 放進醫物的類別裡面 那你之後想找這個生字 或者想複雜的話都會方便一點 然後第二個部分我們就來到動詞 第一行都是給你寫下一個字在這裡 然後旁邊就是寫下它的解釋 那如果你還記得小學學生字的話 可能你的老師會迫你寫下這個動詞的過去式 和現在再能識的樣子 那通常會有兩種的 一種就是整個字的樣子會變了 然後第二種就是在後面加一個ed 就完成了 那這個只有一樣的意思 如果在後面加一個v的話 證明這個字好像英文一樣 最後加ed就可以了 但如果這個字會整個字有變化的話 那我就在這裡寫下過去式和現在再能識的樣子 然後這幾行是我純粹學德文的時候才會用到的 這個就是有點像類似步手的意思 如果你學德文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在這裡做什麼了 然後這個就是給你加一個proposition 就是有時候有些德文的字 會有一個專屬的proposition 是一起用的 還有可能會有另外的意思 那這裡就是選擇性的 如果你學的語言沒有這部分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來這裡了 然後這裡我就加了一行反義詞 那這裡就可以讓你把這些字配合一起 就一起學的 之後我們就來到形容詞和副詞的部分 那這裡就比較簡單了 第一行都是給你寫一個字 然後第二行都是解釋 那這裡就可以給你寫下 你這個字可不可以做一個形容詞 還是只可以做一個副詞 然後這裡也是反義詞 還有這裡我也會寫下 如果這個字是一個動詞演變過來的話 我就會寫下 那你溫書也可以方便一點 然後其他這個部分 我就把一些介詞和連接詞都放在這裡 然後最後這裡我也加了一區 是給這些例句的 那當你看到一些特別意思的例句的話 都可以整句寫在這裡 那可能看到這裡你都會說 這個也是電子彈的生字表而已 都不會說真的有效率很多 那其實還沒完的 真正高效率就現在才來了 那在這一頁的生字表旁邊 我就加了另外一頁下去 這是一個搜尋引擎來的 簡單來說就是直接把你整個生字表 變成一本字典 是讓你找回你之前學過的字的 譬如這一刻你想找一個關於興奮的字的話 你可以怎樣做呢 那這裡我就直接打 興奮 那這裡就有興奮的名詞 動詞 和形容詞 那你就可以跟回你現在這一刻 做句的時候需要什麼字 就可以找回哪個字就適合你了 然後這裡就可以讓你搜尋你的秘註 假設了現在你要找一些字是關於職業的 那這裡你就可以直接打 那你見到這裡出來的那些 就全部都是你之前記下來的生字 是關於職業的了 那有了這個方法之後 你就可以省很多找字的時間 還有就不會說一個字 你學了之後 那你忘記了就重複地在生字表裡面寫幾次 然後第三點就是一個比較進階的方法 就是要減少用雙語字典的時間 簡單來說就是用英文字典去塗英文 或者用德文字典去塗德文 那可能你以前讀書學英文的時候 你的老師都會建議你用英文字典去塗英文字的 那可能你以前就會覺得 那我就是不懂英文我才塗字典 那你整本都是英文字典的話我怎麼看不明白呢 但是現在讀德文讀到上去 發覺原來老師以前這樣建議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有時候很多字就這樣直接翻譯 真的不可以完全理解到那個字的意思 那這裡我就直接拿一個字來做例子 例如這個字anspectant 大約就可以解符合或者根據的意思 當這個字翻譯組成英文的話 他們就會有這麼長的表 跟你說這個字在英文上是怎樣的意思 那我們現在來到德文字典 那你可以看一下他們會怎樣解釋這個字的 那你看到這裡了 四行字就已經解釋了這個字的意思了 那可能你會說 那短也沒用的 那你都看不明白就是看不明白的 那其實很簡單的 你只要把這兩段東西 丟回去Google Translate 那就可以翻譯到英文或者中文 那無論怎樣都好 你就這樣看它用一個解釋的方式 告訴你這個字怎麼用 比起你就這樣翻譯其他字的語言 方便好過 那好了 聽了我講那麼久 不知道你仍然跟我剛才介紹的方法 可以令你學外語上更加有效率呢? 你又最喜歡哪個方法呢? 又或者不知道你有沒有些 你獨家的學外語方法 想和人家分享一下呢? 歡迎你在留言告訴我 始終你用什麼的方法學外語 都是很過人的 最重要都是看你自己適不適合 會給自己壓力 以及在過程中感不感受到自己的進步 如果有的話 就已經是對你來說最好的方法 那好了 最後一句 如果你是把這個完整版的影片 由頭到尾看了一次的話 我真的非常非常多謝你了 那如果你覺得我有什麼可以進步的空間 都麻煩你在留言告訴我 那我也希望可以下次再在這個留言影片再見到你 ! 左稍 cultura 左稍… 右稍清 shade 右稍せて 右稍 foods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